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时间搞定了吗 你来就救你妈吧 妹妹 再拿不出钱做手术 你妈就要被赶出医院 惨死街头了吧 现在给你个机会 替我去赔税 这样我就给你一百 如何 这个交易划算了 真是奈行想吃天鹅肉 一个快六十岁的老男人 多看也都嫌恶心 也就瞧紧弱这种丧门心 才别跟他睡觉 感谢观看 你 你是 是你救了我 我会报答你的 陆文州 陆氏集团的总裁 集团太子爷 乔锦若竟然睡错了他 既然这样 我还发现什么老男人呀 医生 我妈情况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接下来好过训练才可以的 谢谢医生 太好了 太好了 妈 只要能救你 你让我做什么我多愿意 静王 你真打算回国了 你拧了 我也该回去了 我跟乔勒为母女结下的仇怨 也该了结了 跟赶紧说再见 赶紧吧 拜拜 走吧 嗯 妈妈 我们一向再回家吧 是啊 妈妈在国内给你们买了一个大房子 两个宝贝去看看喜不喜欢 好不好 好 只要和妈妈哥哥祝我都喜欢 真棒 亲爱的安娜设计师 你在国内的首场个人珠宝设计展非常成功 你确定不亲自来看一眼吗 好 展览有你在我放心 我跟欢欢一程刚下飞机呢 两个宝贝累了 我先带她们回家了 走吧 回家 这个安娜 我都亲自来机场接机了 今儿还是没见到她 可能 她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们没认出来她 毕竟她从出道以来从未露过脸 我们也不知道她成什么样子呢 不是你口口声声说 她看见我们这个接机牌 就会主动来找我们吗 这是废物 她留着干嘛呀 我 我真是去把她扔了 废物 这两年 我能在京市的珠宝设计圈飞快崛起 除了背靠陆氏集团这棵大树 还有一大原因就是 我抄袭了安娜的设计口 但抄袭不是抄袭 只有把安娜招入我的工作室 我才能再无后顾之用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这个安娜拿下 既然机场见不到她 那我就去她的珠宝展赌她 我就不信 还找不到这个人了 乔锦若 怎么又是你 乔锦若 怎么又是你 我听说你出国了 怎么又回来了 国外混不下去呀 哦 还有 你妈怎么样了 死了吗 乔锦若 五年不见 你还是不会说话呀 你 妈妈妈妈 这个阿姨是谁呀 怎么回事 这个孩子 为什么跟路文州长得一模一样 她该不会是 宝贝 她只是一个不懂礼貌的阿姨 妈妈也不熟 走吧 妈妈带你们回家 走 这既然是乔锦若的孩子 看年纪 该不会是五年前跟文州那次 妈妈 刚刚那个没礼貌的阿姨 是不是以前欺负过你 不过是跟乔锦若威见了一面 一成就看出来了 怎么会呢 妈妈不会让别人欺负自己的 你放心好了啊 好吧 要是有人敢欺负我妈妈的话 我一定会保护我妈妈的 我也会保护妈妈的 嗯 谢谢宝贝们 妈妈爱你们 那我们现在出发去新家吧 出发 妈妈说谎的技术也太差了 根本骗不到我 不过没关系 敢欺负我妈妈 下次再遇见这个坏阿姨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她 锦若 你到哪了呀 今晚可是你的庆功宴 你设计展不来 庆功宴可必须来 我马上就到了 别催了啊 riers 放开 先生 你没事吧 往这边推 快点 按 ь 嘘 不要说话 分头长 你们去那边 我去这边 出去以后 不要说见过我 先生 你没事吧 喂 灵灵 我可能有点事 去不了了 你连庆功宴都不来了 什么事啊 这么急 是有急事 这样吧 下次 下次我单独请你 行吧行吧 放过你了 好 那 设计展的事 就拜托你了 我们俩什么关系 我帮你不是应该的吗 好啦 你有事就去忙吧 好 拜拜 来 医生 她怎么样了 病人没事了 我又送你病房 你等会儿就能去看她 好 谢谢 嗯 在酒吧被人追 富贵还种了一套 看着你人模人样的 该不会 是什么逃犯吧 她跟易成长得好像啊 特别是皱眉的动作 简直一模一样 简直一模一样 你醒了 昏迷中还抓我这么紧 你该不会是想讹我吧 我告诉你啊 你身上的伤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可是送你来医院的好心人 你身上也没有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我也不能联系你的家人 看来我今天是走不了了 喂 妈妈 喂 宝贝 妈妈今天有点事情 晚上不能回家了 不过妈妈叫了灵灵阿姨 她晚上会去陪你跟妹妹 在阿姨来之前 你要跟妹妹乖乖待在家里 好不好 妈妈 你遇到了什么事 需要我帮你吗 不用了 妈妈自己可以解决的 好吧 那妈妈你要早点回来哦 嗯 妈妈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很喜欢散财吗 先生 我真的不需要报仇 你就当我 是为了出伦的乐吧 昏迷了一晚上 你应该饿了吧 我去给你买个早饭 考虑到你刚做了手术 我就给你打个白身 你好 我想问一下五十二床的闭论吗 五十二床 对 他刚已经出院了 出院了 对 好 谢谢你啊 没事 真是乖的 平日里 诸位书博神龙见首不见过人呢 今天什么日子啊 居然都到齐了 我跟这不是听说 闲职遭受保驾 我当受了伤 所以特意来公司关心关心你们啊 是啊 你要是出事了 陆氏集团你就搭乱了 闲职 你这 没事吧 叔伯 自己不会看了 这 确实不想出事了呀 那脚下 谁放出了 张老子 闲职生气不错嘛 你既然没事 那我们已经放心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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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叔伯 说是来关心我的身体 好好好 现在看到我没事了 怎么样 你们还有事吗 没事 没事 闲职 你先忙 我们先走了 闲职 陆总 去查 幕后绑架过的人 到底是谁 是 海洋 找到那个救我的女人 给她一心吧 作为报仇 是 宝贝们 这段时间妈妈太忙了 一直没时间陪你们 今天难得有空 你想做什么 妈妈都陪你们好不好 好 妈妈想做什么呀 妈妈 我想抓娃娃 想抓娃娃呀 好 妈妈一会儿陪你去啊 好 怡程 你想做什么呀 我需要 这不是上次欺负妈妈的那个花椅吗 妈妈我还没想好 我们先陪妹妹去找娃娃吧 好吧 那我们先陪妹妹玩 走吧 找娃娃去喽 妈妈 你想抓哪个娃娃呀 妈妈给你抓 妈妈 妈妈 我要这个 想抓这个呀 好 妈妈帮你抓 妈妈 我肚子痛 我说要说说什么 那妈妈陪你去 走 不用吧 不用吧 我们来的路上看到厕所了 我自己去 我在等我 那好吧 那你快去快回 妈妈跟妹妹在这儿等你 好不好 好 去吧 小姐 看上哪一条了 这条吧 帮我试一下 好的 五年了 文州什么都愿意给我 却唯独不愿意娶我 过两天的孟家酒会是个机会 您看怎么样 就这条吧 帮我包起来 好的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成为陆太太 快阿姨 欺负了妈妈 我该怎么帮妈妈欺负回去呢 有了 阿姨我和妈妈走散了 你能帮我找找妈妈吗 是你 你是机场的阿姨 小朋友 你刚才说 你跟你妈妈走散了是吗 是的 你能帮我找找妈妈吗 当然可以 但是阿姨很好奇 你们爸爸呢 这个坏阿姨 是想套我的话 我爸爸当然是和我妈妈在一起呢 那你快告诉阿姨 你爸爸是谁 那你快告诉阿姨 你爸爸是谁 你好奇我爸爸的名字干什么呀 这个孩子口里的爸爸 应该不会是陆文周 可是他跟陆文周实在长得太小了 不行 我得得到他的头发 验一验他跟陆文周的关系 阿姨就是好奇 随便问问 阿姨 我爸爸妈妈 听不到我会很着急的 你如果不能帮我找到他们的话 我就找别人帮忙了 哎 你等一下 小姐 小姐 您的箱子 刷卡 嗯 小姐 这个好像是个假的 假的 阿姨 阿姨我和妈妈都在呢 你能帮我找找妈妈吗 一定是刚刚偷偷放进我朋友 这个死小鬼 竟然敢捉弄我 阿姨 灰阿姨还想套我的话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爸爸是谁 我和妈妈说我去上厕所了 只要进厕所一趟就不算是傻伙了吧 我和妈妈说 抱歉 总裁 您上次让我去医院找的那位小姐 我没有找到 医院的护士说 您离开不久 那位小姐也离开了 好 知道了 对了 我是在酒吧遇到她的 你去酒吧 继续洪查 你去酒吧 诶 学了我 开始 你故意的吧 谢谢叔叔 这个小孩 长得跟我好像 爸爸 爸爸 你要干嘛 爸爸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朋友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爸爸了 你认错了吗 我是一辰啊 我和妹妹都好想你 你 奇怪 为什么这个孩子 会让我感到这么紧接 可他绝不可能是我的孩子 毕竟啊 我除了五年前 意外和乔劳薇那次 就再也没碰过女人 小朋友 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爸爸 可是你的确是我的爸爸了 算了 你家大人呢 我带你去啊 你大人啊 一定要告诉你 你爸爸是谁 妈妈谁告诉我爸爸是谁的 什么 没什么爸爸 这样你说的来 我们先去找妈妈吧 回了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不是你 我不会认错的 这就是爸爸 等你当妈妈呢 一定能议证 我是对的 唉 算了 先找到你妈妈吧 爸爸你快点 我们就要带到你 一程 不许跑那么快 你要注意安全 知不知道 等一下哦 叔叔接电话 喂 爸爸 爸爸你该自己等我 我把妈妈和妹妹掉过来 你刚刚说找到什么了 上次绑架伤害您的歹头找到了 他声称是 陆氏集团的一个股东指示他干的 您要听此来看看 既然已经把孩子送到母亲身边了 我过不过去 也没什么意义了 好 来上场借我 爸爸妈妈 我找到爸爸了 一程宝贝 你说什么呢 什么爸爸呀 妈妈 我真的到车所找到了爸爸 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我还把他带回来了 你不信你看 就在那 一程宝贝 人呢 孩子的爸爸 怎么会这么巧 我才刚刚回国 一程就遇见那个老男人了吗 不 也可能 是一程认错了 老贝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 爸爸在很遥远的地方工作 要等你的妹妹长大以后才才能回来 你肯定是认错了吗 我没有认错了 我就是找到爸爸了 你不信你来给我看 你爸爸刚才还在这里了 你现在就不见了 你爸爸刚才还在这里了 宝贝 那不是你爸爸 你真的认错人了 可是你的确是我的爸爸呀 爸爸你在这里等我 我把妈妈和妹妹交过来 程总 二十分钟前 上场儿子洗手间 有一个男孩跟我一块出来的 我要他宣布资料 好的 路总 喝点 今天这么好啊 你在国内的设计展大获成功 最近一堆养目你的富太太 来工作室找你设计珠宝 我们创意的繁星品牌呢 也算是在国内展露头角了 结果恭喜 苦敬甘白 谢谢亲爱的 这一切 还要感谢你的功劳呢 对的情况 现在你事业的第一步已经完成 接下来 你打算干什么呀 我原本回国呢 是想解决一下跟乔家的冷账 但是 现在不急于是了 等我在京城 张我脚跟吧 那 你有没有想过 找一下孩子的亲生父亲 没想过 方欢一直想知道 他的亲生父亲是谁 现在还能瞒 等孩子大一点的话 怎么他就瞒不住了 瞒不住也得瞒啊 那晚的男人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 能让乔乐威 花一百万过我赔睡的男人 相比 会是什么好东西 我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孩子的存在 对了几个 这给你 这是什么 孟老先生酒会的邀请函 下周四 你别忘了去 乔锦若 他怎么会在这儿 目前为止 这位小姐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我没有言之实的情况 老师傅的身体质量不一般 靠这俩那身段 长得无锁 瞧起若 我真的是你 你来这儿做什么 看不出来吗 不是来参加宴会的 你来参加宴会 你知不知道 孟家这个酒市 是最好的宴会之一 你这种没有身份的人 是怎么能参加的 我说 你该不会是偷溜进来的 文州今天也会来 我绝对不能让乔锦若被文州看到 我是如何进来的 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 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放逃我 我不会走的 更何况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走 乔锦若 这种场合 不是你这个身份的人能来的 看在你曾经是乔家人的份上 我才跟你说这些话 等会儿你要是被孟家人赶出去了 我这脸上也不光了 乔大喜 你就别担心了 整个京城都没有人知道我跟乔家的关系 今天我就算是被赶出言会 我哪怕是死在言会上 姐也见不到你是不是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被孟家亲自邀请来的 这个乔锦若 五年不见 怎么变得零雅丽耻的 还孟家亲自邀请她来 真能出了吗 乔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 宴会要开始的 我出来透透气 孟小姐 您这枚戒指 就是那枚价值连城的满绿翡翠戒吧 乔小姐好眼力 这正是孟家传了三代的传家宝 听说这枚买绿翡翠戒价值连城 而且还是您太祖送给太祖母的定情信物吧 正是 这枚戒指对孟家意义非凡 本不该这么早传到我手中 但我实在喜欢 求了多年 我爷爷才肯在我成人礼时将它交到我手中 小姐 夜会的那边需要你过去 乔小姐 我先过去 这么珍贵的传家宝 如果丢了 那一定会大动干戈吧 乔小姐说 既然你自己不肯走 那我就找人来把你送走 喂 徐宝 安娜 你今天去了孟家的酒会 嗯 孟老先生是您的挚友 他知道我回国后特意送了一份邀请函给我 我当然得来孟家 替自己 也是替师父您好好问候他老人家嘛 你这丫头本事妥贴 放心 那你就好好参加酒会吧 我就不唠叨了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我有空再打给你 好 嗯 看在你曾经是乔家人的份上 我才跟你说这些话呢 不然等会儿你被孟家人赶出去了 我脸上也不光亮 你俩你走吧 你滚 你别叫我爸 我和你妈已经离婚了 从现在起 你和你妈是死是 你我再无任何关系 爸 你求求你 救救我妈 那总是你的亲子啊爸 你秋红阿姨才是我的亲子 乐威是我和你秋红阿姨的女儿 我们才是一家人 至于你 瞧见 你滚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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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跟乔家还有什么关系 那也是债务关系 乔家欠我跟我妈的 迟早要还 好 来 东西拿到了吗 东西拿到了吗 做得很好 只要你接下来 再把乔景乐带到客房 这张卡里的钱 就都是你的了 我知道了 收买服务员与我去客房 乔罗威 我倒要看看 你想做什么 对不起乔景 对不起 您看您的礼服都增了 我带您去处理一下吧 好 乔罗威 虽然你这么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那我以其人之道 还这其人之身 应该不过分吧 乔罗威 乔罗威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跟你喝一杯 没想到你一转身 自己装到我的酒杯上了 我没 没关系 就是点酒自我 反正 您很快就会被赶出某家了 把宴会厅给我报一下 所有人 都不是离开 把宴会厅给我报一下 所有人 都不是离开 这什么情况 你 把东西浇出来 浇什么 你说呢 你有本事偷东西 怎么没本事什么呢 孟小姐 我想 我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 什么误会 我上趟楼的功夫 借着就不见了 我刚刚问了 只有你 和一个服务身上的 服务身 身上没有戒指 所以 戒指只能在你身上 戒指 孟小姐 你说的该不会是 你今天带的那枚 满绿翡翠戒指吧 正是 满绿翡翠戒 那可是孟娇的传家宝啊 连这戒指也敢偷 这人不要命了吧 或许这个戒指价值连城 容易迷人眼 也是 他拿到了这个戒指 他这辈子就不出池 简若 你要是真拿了人家 孟小姐的戒指 你就赶紧交出来呀 人家的戒指 可是传家之宝 无价之物 你现在悬崖勒马的话 说不定孟小姐 会从轻处理的 我说了 我没有偷戒指 好啊 你说你没有偷东西 那你把你的包打开 给孟小姐看看 不敢拿包出来 说不定这里有鬼 你把包给我 你把包给我 简若 你如果真的没拿人家的戒指 你就把包打开 自证清白呀 你现在这样遮遮掩掩的 只会让大家都觉得 你是作贼心虚 乔小姐说得对 你如果没有偷东西 就把包给我检查 你不给我检查 那你就是作贼心虚 孟小姐 我说了我没有偷戒指 你这样擅自检查我的包 是对我的侮辱 以及侵犯我的个人隐私 简若 就是查个包而已 怎么就这么严重了 你现在这么笔触 看来包里真的不能检 我再说一遍 你把你的包给我检查 孟小姐 我说了我没有偷 你们几个 把他给我抓起来 今天 我必须要检查他的包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想偷我的东西 放开我 你是活腻了 乔锦若 我让你嚣张 接下来搜出戒指 你偷东西的事情实锤 我看你去了监狱 还怎么嚣张 孟小姐 你没找到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没有好好检查 怎么回事 戒指 为什么没在乔锦若包里 放开我 放开我 孟小姐 我说过了我没有见过你的戒指 更没有偷你的戒指 你这样私自翻我的包 太不尊重人了 这就是你们孟家的代客之道事 我孟家的家帮需要你救贵 戒指就是你偷的 说不定 是被你藏的什么地方 你想干什么 当然 是要看看你把戒指藏哪 你们俩 把她衣服给我扒了 孟小姐 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放开我 放开我 住手 住手 爷爷 爷爷 就是这个女人 她偷了我们家的满绿 翡翠玉戒 还不承认 实在搞 我现在就把她的衣服给扒了 一定能找到简直 简直是胡闹 爷爷 哼 好好的宴会 让你搞成什么样了 还在这里强行的搜身翻包 这是我教你的吗 爷爷我 这是她 抬脚鞭 小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爷爷 这 孟老先生竟然认识她 这女人到底什么身份呀 不知道呀 这 之前也没见过 不知道我什么来了 乔锦若说她认识孟老先生 居然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我让你来参加酒会 没想到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这件事啊 是我家孙女做的不对 我带她向你道歉 孟爷爷 您不必为孟小姐道歉 满绿翡翠剑乃无价至宝 对孟家意义非凡 孟小姐不顾分寸想要急切地找到 我能理解 你不够啊 不够什么 你别以为你在我爷爷面前 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就能摆脱嫌疑 孟小姐 你稍微误造 戒指既然是在这儿丢的 你刚刚又封锁了现场 那就没有人能逃出去 戒指一定还在这儿 我的身上没有 那就一定在别人身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孟小姐 我的意思是 您应该一视同仁 让所有人都接受检查 亲者自亲 就像孟小姐刚刚说的 没有偷东西的人 不怕被检查 怎么 刚刚大家翻我包的时候 不是热情高涨正义里然吗 怎么轮到自己 反而不乐意了 南日成 戒指就是你们偷的 查就查 我又没偷 我怕什么 就是 我业家在京市 虽然比不上孟家 但起码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怎么可能偷戒指 我愿意接受检查 洗清我的嫌疑 好了好了 今天的事情啊 是我孟家做的不对 不过 这满绿翡翠戒指 对我孟家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 必须要找到 今天在这里 接受 翻包检查搜身 受冤枉的人啊 我老头子 在这里 做个承诺 日后呢 我们孟家 必须 补偿 那就赶紧检查吧 没有了 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莫小姐 别着急 这不是还有一个人没检查吗 乔锦若这是什么意思啊 戒指是我亲自放进乔锦若包里的 现在不在他包里 难道 乔锦若 小姐若 你这干什么呀 我刚刚撞我该不会是 小姐 麻烦你打开你的包 不行 小姐 麻烦你打开你的包 不行 孟小姐 我的包里面有私人物品 确实不方便打开给大家看 乔大小姐这话说的 在场谁的包又方便被翻吗 再说了 你刚刚翻我包的时候不是还说 看包是自证清白吗 怎么轮到自己 反而变了 就是 大家现在都接受检查了 怎么就乔大小姐搞她输呀 小小姐这是 不敢抬自己的包啦 刚刚说别人 不敢抬检查是心虚 现在自己也心虚咯 啊 该不会戒指 就是你偷的吧 乔小姐 如果你觉得别人检查不妥 那就把你的包给我检查 把你的包给我 孟小姐 我的包确实不方便打开 你刚才说 那个人是在楼上偷的 我从来没有去过楼上 所以绝对不可能 是我偷的您戒指 不是我不相信 而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检查 你也必须检查 乔小姐 请配合 不行 我的包真的 乔了为你这么心虚 该不会就是你偷的吧 不给我孟家面子 那 休怪我孟家不客气了 动手 你们不能这么做 小姐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放开我 你 你 我好 你 就 我 你 你 我 文周 孟家的人丢了东西 我们分明已经找到证据说小偷是谁 可是 那个人他栽赃陷害 说是我偷的 文周你知道的 我不可能会偷东西 你是说 有人要强迫搜女生 是谁 就是她 是她 她就是要给乔勒威撑腰的人 早知道这样 上次就不该救她 乔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陆文周和乔景乐认识 这怎么可能 陆先生 我也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再见面 但是在这种场合 陆先生一出场 就把宴会变成了自己的主场 看来是要为乔勒威主持正义啊 什么意思 刚刚在场的所有人都进行了翻包检查 唯独乔勒威一个人 讲隐私搞特权 这不太好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讲隐私搞特权 孟老先生 发生什么了 文周 其实 这件事情啊 还要孟家人自己说 林浅儿 你说 陆先生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孟家的传家宝丢了 就在刚才 所有的宾客已经通过检查 洗出洗 唯有乔小姐 无论我们怎么样 她都不让我们检查 孟小姐 我不接受翻包 是因为我包那种私人物品 你这样是侵犯我个人隐私 你在侮辱我 可是你先去让我检查她包的时候 也是一口一个自身警罢 那个时候 你不是挺失明大意的吗 我 我听明白了 是孟家东西丢了 现在要找回来是吧 正是 既然孟小姐说了 所有人都要接受检查 那你 你接受吧 那你 你接受吧 那你 温赵 温赵 轻着自轻 既然你没偷东西 也不用怕什么 她竟然 没有帮乔乐威 不是说 乔乐威是她的人 乔小姐 现在 你能把包给我 来做她她想跑 来做她她想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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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什么 乔老威 乔老伟肯定有问题 明明是自己偷了戒指 刚才乔小姐还一个劲地 把钱移往别人身上引 原来是自己偷了东西 给自己找替罪羊的人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没想到乔小姐是这种人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没有偷这个戒指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我包里 文昌 文昌你听我解释 这件事情 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一定是有人家将陷害我的 你该解释的人不是我 孟小姐 孟小龙 你这一副心虚落逃 又不愿意让我解释的样子 你说你被诬陷 你觉得我会心 孟小姐 是她 是她偷了你的戒指 你刚才不是说 看到有人上楼偷了你的戒指吗 我亲爱看了 就是她上楼 一定是她偷完戒指 放进我包里的 你别忘了 你收楼的钱 你别忘了 你收楼的钱 走 你现在 把话跟大家说清楚 是你偷了戒指 放进我包里的 要不然 乔家不会放过你的 对不起 孟小姐 是我偷了戒指 再到乔小姐包里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嫉妒乔小姐 有钱貌美 还是名声大噪的珠宝设计师 而我只是个服务员 我给她倒酒 她却给我小费 这不是误人吗 所以我一时鬼迷心窍 才 你这个人 我好心给你小费 你不领情就算了 你还因为你自己内心阴暗 栽赃陷害我 你知不知道 这要是我没有看见你上楼 我这大好的人生 就被你毁了呀 对不起 乔小姐 看来乔乐威还留了后手 有这个服务员顶罪 她今天应该是安全了 孟老先生 孟小姐 这件事情已经正是 是她偷的戒指了 跟我没有关系 孟老爷 孟小姐 我知道错了 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孟强 报警吧 可是爷爷 我觉得这个事 他不是这样 我让你报警 既然东西找到了 人也抓住了 这件事啊 到此为止 知道了 孟强 我累了 要去休息 这个烂摊子啊 你把它处理好 知道了 爷爷 嗯 金若啊 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我再次的给你道歉 没事 爷爷 是这样 你跟我上楼 我们说说话 文昼啊 你也跟我去 好 凭什么 凭什么孟老怀疑我 却把乔锦弱 和文昼叫走了 乔锦弱 这件事情 我们没完 你这个仇我记下 你给我等着 你说啊 刚才的事情 我知道 真相并非如此 但苦于 没有什么证据 也只能 不了了之了 再追查下去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孟爷爷 我明白 您能够相信我 我已经很知足了 嗯 哦 对了 这个给您 这个是我师父 让我转交给您的 是他亲手做的礼物 好好好 这是你师父 克雷尔先生亲手做的 你替我谢谢他 啊 文昼啊 我老了 你托我办的事情 我可帮不上什么忙啊 可是梦啊 陆氏凤秋黄这个项目 熟悉设计师 除了您 便只有克雷尔 给我承认 如今克雷尔已经出国了 如果 您也 你看 这个小丫头怎么样 这丫头啊 年轻 有想法 我 这丫头啊 虽然年轻 但是 是克雷尔先生的 亲传弟子 刚刚 还获得了 设计大奖 能力方面 你大可放心 既然是梦了推荐的人 晚辈 自然放心 明天来这里 准时上班 孟老 那晚辈先告辞了 好 好 孟爷爷 这是 是 这个啊 也是你师父 让我告诉你 他说 他该教你的 都已经教了 后面的路 你该 自己走了 我明白了 谢谢孟爷爷替我安排 睡得可真小 辛苦你了 李明 不辛苦 他们叫我一双周华仪 我照顾他们是应该的 不过 倒是你 怎么回来这么晚 别提了 优惠上遇到一些麻烦 耽搁了见梦雨的时间 什么麻烦 你没事吧 没事 都解决了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简若 你是怎么拿到陆总的名片的 这陆氏集团可是东亚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了 名下设计了好多品牌 彩妆香水 鞋子包包等等 只不过珠宝首饰这一块 他们今天才开始做 还没有什么名气呢 是孟爷爷向陆氏推荐的话 还说要让我参与 富球皇这个项目设计 那太好了 以你的天赋 这个项目他一定可以做好 这样不仅陆氏珠宝 在国内可以打出名气 你的名气呢 也会在国内大涨 一举两得呀 是啊 不过接下来 担心工作时就要靠你一个人了 我就去陆氏待一段时间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陆文周 在酒吧被人追赶 跟乔洛威有关系 却不帮乔洛威承扬 还长得跟一辰很像 他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陆总 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 好 知道了 你稍等一下 我盘上来接你 好 你下楼 借一下乔锦若 是 等等 我还是金字取吧 是 乔锦若 乔锦若 再说了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干什么 好像都跟你没关系吧 管这么宽 路过厕所是不是还得进去尝尝闲淡呢 你 这个乔锦若 这个乔锦若 明明五年前像个藏家犬 也要被我赶出国 现在回国了 竟然这么嚣张 又是认识孟老先生 又是认识文周 难道他混得很好 不对 他要是混得好 早就迫不及待向我炫耀了 我不过就是随口一问 你说话不用这么敢听吗 这是什么 你干什么 简历 乔锦若 你来面试路士的珠宝设计师呀 你还给我 乔锦若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大学都没读完 就辍学了吧 那你现在就是一个高中文凭 你一个高中文凭 还想来面试路士的珠宝设计师 你怎么敢呀 你怎么就知道 我今天是来面试的人 你这简历都准备好了 不是来面试是来干什么的 哟 还有作品呢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乔大设计师的家作 乔锦若 自作主张翻别人东西 你的家教是被狗吃了吗 乔锦若 我看你作品你还不乐意了 等会儿你知道了我是谁 只怕你会求着我让你看你的作品 自作多情是必须 我建议你早点知道 我是这个陆氏珠宝设计部的经理 整个珠宝设计部都是陆伦 而你 乔锦若 你想进入陆氏 那得看我心情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不点头 我就进不了陆氏了 按道理来说呢 你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姐妹 我应该帮你 但是以你这个低学历水平 确实不足以进入陆氏 所以呢 所以你就该带着你这个垃圾简历 滚出陆氏 我要是不滚呢 那就只能叫保安 把你丢出去咯 乔锦若 你就这么笃定 你不点头我就进不了陆氏 万一我要是早就拿到了陆氏的offer 今天是来直接入职的 乔锦若 你还在胡说些什么 我已经说了 整个陆氏的珠宝设计部都归我管 而你想进入陆氏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乔锦若 既然你这样执迷不悟 那就只好找个人来 狠狠戳破你的梦 张经理 乔锦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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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我们陆氏的人事部经理 所有人要入职陆氏 必须经过他之手 张经理 这位就是号称今天入职陆氏的设计师 张经理 今天有人要入职陆氏吗 乔锦若 今天确实有信任入职 今天确实有信任入职 不过是个宝洁阿姨 宝洁阿姨 乔锦若 原来你来陆氏 是来打扫厕所的呀 你早说嘛 虽然你做设计师不够格 但是你要是打扫厕所的话 我肯定可以给你开个后门的呀 我乱的跟你说 让开 乔锦若 人事部经理已经说了 今天没有人入职陆氏 接我入职的人马上就会过来 也许等到你就会知道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还嘴硬呢 我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乔锦若 跟这种人没必要对话 我直接给你请出去 乔锦若 我看你还是自己滚出去吧 到时候要是保安来把你请出去 那你可就丢人丢大发了 乔锦若 还是你心善 难怪总裁一直重用你 依我看呀 把他赶出去的都是轻的 像这种招摇撞骗的人 应该全好眼封杀 让他一辈子都转着工作 还不肯走吗 乔锦若 你这死皮赖脸的程度 真是超乎我想象呀 既然你这样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个面子了 保安 乔锦若 乔锦若 你要干什么 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 是 投了会 你 乔锦若小姐 请你离开路市 放开我 敢来路市捣乱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赶紧给我们出去 放开我 住手 住手 乔锦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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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下来了 这里有你们三道事 我给你把他弄走啊 乔锦若 我给我赶出去 我让你们放开 没听见 啊 这 这 这是 怎么回事 文忠是来帮乔锦若的 文忠 好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路总 是谁让你们赶他走的 这 是乔锦若和张经理 说这位小姐是来捣乱的 让我们把他赶出去 忘了 这位是总裁特聘的设计师 新天正式录制 其容你们冒犯 这 总裁我 我 我也不知道呀 这 这都是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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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说他是总裁特聘的设计师 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 文忠 我知道 他连大学都没毕业 我就是怕你被他骗了 谁说我大学没毕业了 乔锦若 你当初大学没读完辍学的时候 我可是亲眼看到的 我在国内的大学确实没有毕业 看吧 我就说 他就是没有大学文凭 但是 我在国外的格兰顿设计学院 不仅拿到了毕业证书 每年都拿全额奖数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是格兰顿设计学院呢 格兰顿学院可是全世界最好的设计学院 每年只招收三十名学生 能进去的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就凭你 你配吗 要不要我把我的毕业证书给你看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去查证 乔锦若 你是故意的吧 你就是故意这个时间说出来 好让我难开是吗 够了 乔罗威 人是我特聘进来的 你花这么多 是对我有意见 不是的 文周 我就是担心你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你最近的设计 我很不满意 现在是上班时间 站着干嘛 我马上回去上班 走 车 不好意思 先去我办公室吧 好 乔罗威 你不是说我进入路市要看你的心情吗 请问你现在心情如何呀 乔锦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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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等着 就算你进了路市设计 那也是趋于我之下 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你 乔乔姐 刚才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只是一点小误会 我不会介意的 乔乔姐是我请了路市的 自然不会让乔小姐受了委屈 你放心 今后咱录制任何工作 任何事情 你只需要跟我汇报 乔罗威 她管不了你 好 谢谢路总 哦 对了 我带了我的简历跟作品机会 我看一看 这些是你画的 是的 有什么问题吗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是乔小姐 比我想的还要厉害 虽然你是莫老介绍的 但看你这么年轻 一开始 我还很怀疑 你能不能负责好 风球黄这个项目 但现在看来 交给你 我很抱歉 谢谢路总的信任 我也相信 风球黄这个项目 不能完成得很好 不过 我觉得您没有必要 把这个项目 这么早交给我 为什么 您刚把我特聘过来 就交给我这么大的项目 恐怕很难辅重 他们不信任我 那我的工作也很难展开 这样吧 您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先把出稿画完 如果您觉得 不能满意的话 再任命我 为项目负责任也不迟 那就以你所言 这个是风球黄的资料 希望乔小姐能够惊喜 陆总放心 交给我 一定不会让你吃饭 陈东 带乔小姐去设计部 你要亲自安排啊 是 这个乔景若都去文州办公室多久了 怎么还没出来 各位 停一下手中的工作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这位就是我们的新设计师 乔景若 今后 将跟大家一起工作 大家好 我是乔景若 这位是陈助理亲自带来的 莫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物 看来呀 以后不能得罪他 什么厉害的人物 不过就是会使手段 蛊惑的男人罢了 陈助理 我知道了 既然乔景若来了设计部 那以后就是我设计部的人了 我一定会好好管照的 总裁说了 乔设计师的工作 直接跟他对接就行 就不劳乔经理费心了 乔经理只需要给乔设计师 提供工会就行 你什么人 好 我知道了 乔小姐 我先走了 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 好 谢谢陈助理 乔经理 我应该坐哪儿啊 给我过来 乔景若 你跟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会来陆时上班 还不受我管控 还不受我管控 你是怎么拍上文周的 乔经理 我有必要跟你说这些吗 刚刚楼下的事情 还没给你掌教训啊 乔景若 你要是没什么正经事 就赶紧给我安排工位 我还有工作要做 你刚上班第一天 文周就给你安排了工作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工作 文周把凤求黄的项目交给你了 怎么了 乔景里有问题啊 之前我想要这个项目 文周一直不答应 还说已经请了外援 难道她说的外援就是乔景若 不行 我必须去问清楚 凭什么是乔景若不是我 你给我等着 陆总 这是我们上次在商场 遇到的那个孩子 这是她的资料 什么商场遇见的孩子 阿姨我和妈妈都在那里 能帮我找找妈妈吗 是你 你是机场的阿姨 难道文周见到她了 她还有个妹妹 是的 她们是一卵双胞胎 哥哥叫乔依晨 妹妹叫乔欢欢 目前在阳光幼儿园上学 哥哥和妹妹姓乔 就是乔景若身边那两个孩子 完了 文周见过他们了 以她的个性 她一旦起疑心 一定会继续追查下去 万一她知道 两个孩子是她的 让幼儿园安排自己检 下班之前 拿到他们学幼儿园 总裁是想要亲自鉴定 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幼儿园 文周要查那两个孩子 是不是她的 不行 必须想个办法 好 阳光幼儿园 阳光幼儿园 一点都不疼 是不是 陆总 那两个孩子被他们妈妈接走 知道了 以后只用告诉我孩子的事 关于他们的妈妈 我不感兴趣 陆总 亲子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 怎么样 也对 这么多年 我除了五年前意外碰过小乐威后 就再也没让任何女人进过水 我怎么可能有孩子 就这样吧 这两个孩子不用再问你了 对了 还有一个件事 说 苏少今天给你吃饭 大概是想了解亲自鉴定的事 对了吧 晚上有安排 好的 我怎么把这家给忘了 温州啊 答应爷爷 爷爷不在了 一个人 要好好的 照顾好自己 守好路事 爷爷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好路事的 乔锦若现在来了路事 明显就是冲着文周来的 文周又注意到了那两个孩子 我不能再等了 必须赶紧拿下文周 成为陆太太 您是 您好 我是文周的女朋友 她约了我见面 让我来家里等她 可是陆先生没提过她有 我知道 文周去祭拜开酒店了 每年这一千她都会很难过 所以她也没给您提我 也是合理的 年纪忙吧 不用特地照顾我 很少有人知道 今天是陆老先生的忌日 难道她真的是 你真的是陆先生的女朋友 你真的是陆先生的女朋友 你喝酒了 你怎么会在我家 你怎么会在我家 谁让你进来的 张马 张 陆先生 张马 我是不是说过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让人进来啊 是 是这位小姐她 文周 你别怪张马 是我让她放我进来的 我找你是有 你有什么话不能在公司说 你非得擅闯我家呢 对不起文周 我知道了 但我也是一时心急 所以我才会找来你家的 乔老卫 我是不是五年前我就告诉过你了 你想要什么东西 要什么地位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 唯独感情不可以 我警告你哦 这段时间 你越见了 文周 我是真喜欢你啊 明明都已经五年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我的 哎呀你够了 乔老卫 如果你的现在的这一切 都不满意的话 你随着可以一块五十 听到了吗 文周 快走 张大 什么味啊 应该是刚刚你的小姐的香水味 啊 先生你去哪儿 张妈 明天让人 把房间好好清理一下 什么时候刚干净净的了 你再回来 喂 程东 把玉水挽在那套房子 你也发给我 总裁您要过去住 需要我先帮您收拾一下吗 不用了 哎 两个小家伙总算是水招啊 是啊 本来还打算让你把孩子哄睡了以后 和你喝两杯的 谁知道你哄了一个小时啊 结果一转眼弄这个地儿 哎 我要回家了 哎 你妈怎么这么早就催你回去了 是啊 她现在每天都逼着我回家 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回国是像你一样 买房自己住 自在又舒服 而且我听说 你们现在这个玉水湾小区的房价 好像还少了 每天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多好呀 要不是我妈还需要在国外敬仰 我也想把她带回来一起住 没事儿 阿姨现在病快好了 很快她就可以回国了 嗯 希望吧 走吧 我送你出去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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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小心啊 嗯 我知道了 回去吧 好 注意安全 拜拜 快回去吧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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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多是个酒我喝成 çöo Stan 喂 喂 谁啊 陆总 你怎么自己倒在这儿了 是你啊 没事 不用扶我 我家就住在这里 我自己可以回去 不用扶我 不用 你慢点 来 走走 你看 我就说我可以的吧 我家 到了 你家 就是我家隔壁啊 嗯 我先扶你进去吧 那就 麻烦你了 不麻烦 举手之劳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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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陆总 啊 没事 没事 哎 你家看着挺新的哈 刚买的呀 哦 不是 我买了很久了 只是一直没有住啊 哦 那怎么今天晚上想着过来住了 没事吧 嗯 我我去给你煮点新手汤 你等一会儿哈 好好好 啊 啊 鸣 陆总 新手汤已经煮好了 来 莫总 莫总 这么快就睡着了 莫总 莫总 你醒了 别走 妈 别走 莫总 你先放开我好不好 你醒了 我上辈子是欠你钱吗 总喜欢抓我的手 妈 莫总 你说什么 妈 我一定听爷爷的话 你不要走好不好 听说陆文周的父母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是被爷爷独自养大的 所以 他身上才总有一种 划不开的孤独吗 好 我不走 我陪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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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去哪儿啦 妈妈你醒啦 妈妈你醒啦 妈妈你去断链去了 妈妈我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那妈妈去给你做早饭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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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乖 去吧去玩一会儿等妈妈 喝醉酒 是不是喝醉会更好一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陆总 我以为你在睡觉呢 我以为你在睡觉呢 你昨天晚上喝了酒我也肯定不舒服吧 喝点粥 喝点粥的味好 你特意喂了我熬的 是啊 来尝尝 来尝尝 嗯 嗯 怎么样 挺好的 你对我也太好了 你是我老板 我是你员工 我这样做不是应该的吗 哦 对啊 小心 那就谢谢你的周了 小事一周 路总不用客气 你回家休息一下 咱们一块去公司吧 我那个 我可能今天去不了公司了 我有点事情 我想请个假 什么事情 妈妈你这是在 爸爸 爸爸你为什么上次在 山上跟我走掉了 我找了你好久 哎呀 一成 你搞错了 你快放开 他不是你们的爸爸啊 快放手 松手 妈妈这就是我上次说的爸爸 他就是我和妹妹的爸爸 对不对 妹妹 爸爸来找我们了 一成 什么爸爸呀 哥哥 爸爸跟你长得好像 哥哥 爸爸跟你长得好像 哥哥 宝贝们 你们真的搞错了 他不是你们的爸爸 妈妈 他怎么不是我们的爸爸 妈妈 你都见爸爸了 还瞒着我和妹妹 喂 一成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 关于爸爸的事情吗 这位叔叔真的不是你们的爸爸 他只是刚好住在我们对面而已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妈妈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说了不是爸爸就不是爸爸 你这样乱叫 叔叔会很苦恼的知不知道 爸爸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陆总 两个小孩子不懂事 没事 你是他们的妈妈 对 孩子的爸爸呢 未婚先孕的事情 毕竟不光彩 为避免影响的工作 还是不要让陆总知道的好 孩子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很少回来 所以两个孩子才会认错的 你就不要误会 哦对了陆总 您赶紧去上班吧 今天刚好是两个孩子过生日 所以我想请假陪他们在家过生日 妈妈 叔叔不能留下来陪我们一起过生日吗 妈妈 虽然叔叔不是我们的爸爸 但是我们很喜欢他 能不能邀请他留下来陪我们一起过生日啊 宝贝们 叔叔还要去上班 你们这样会很为难叔叔的 你还没问叔叔 你怎么知道叔叔会为难 叔叔 你能留下来陪我们一起过生日吗 你们 希望叔叔陪你们过生日啊 希望 好 那叔叔就留下来 耶 陆总 麻烦你了 不麻烦 就当还你给我熬肉的人情了 陆叔叔你快买啊 你快买啊 你快买啊 慢慢点儿 彽欢 小心点儿 注意安全 不许说到了 知道 陆总 你先坐一会儿 我收拾一下 好 你先忙 欢欢一成 陆叔叔是你们邀请来的客人 你们要好好陪他好不好 知道 去吧 来 乱 姐哥姐哥 鹿叔叔你第一次来我们家 我想带你介绍一下 这里是客厅 我和哥哥喜欢在这里看电视 那里是厨房 妈妈会在厨房给我和哥哥 做好多好吃的 还有呢 鹿叔叔跟我来 慢点 妹妹轮到我来 给鹿叔叔介绍了 好 鹿叔叔这里是我妈妈的房间 这里是我和妹妹的房间 你想先参观哪一个呀 那就先参观你和妹妹的卧室 好不好 好 走吧 请坐请坐请坐 鹿叔叔这就是我和妹妹的房间 这是我和妹妹的床 还有这里是我和妹妹开出写字的书书 还有这里是我和妹妹的玩具 真好看 鹿叔叔我给你看一件宝贝 好啊 什么宝贝啊 就是这个 重不重 我来帮你拿 哥哥哥 妈妈 小伙我不能跟哥哥玩 哥哥 你先出去一下 我想跟鹿叔叔分享我的玩具 好吧 那你不能抱在鹿叔叔太久哦 知道了 来 打开锅盖 这是我最爱的小熊蒋蒋 蒋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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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哎 鹿叔叔叔你怎么了 爸 爸 爸 鹿叔叔叔你怎么也 爸 爸 你们怎么了 爸 快快 把熊收起来快点 爸 爸 你们先出去 爸 爸 没事吧 一球 你没事吧 快看看 鹿总 你 没事吧 我对毛肉化线过敏而已 你也对毛肉化线过敏 是的 鹿叔叔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也对毛肉种种玩具过敏 我只是想跟你分享我的玩具 没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叔叔不怪你 鹿总 我去给你找点料吧 不用了 短短接触而已 别离过敏年就好了 为什么咋事 很好 怡成 你有没有事啊 没事 嗯 不过好神奇哦 鹿叔叔你跟哥哥长得相似 还对毛绒玩具过敏 连打喷嚏的动作也一样 连打喷嚏的动作也一样 是很神奇啊 这说明我和我们一成很有缘分 是不是 嗯 好啦 既然没有事 那你们两个就带着叔叔在客厅玩好不好 好 记住 不要再把毛绒玩具拿出来了 知不知道 知道 去吧 妈妈去给你们做饭 走吧 坐下吧 请坐请坐 真有礼貌 叔叔不要管 关于爸爸的事 妈妈总是拿谎话回忧我和妹妹 鹿叔叔和我这么相似 分明就是我爸爸呀 不行 我要想办法拿到鹿叔叔的DNA样本 等江爸爸回来 让江爸爸帮我做一个亲子接定 哎 哥哥 我来做啊 来了 鹿叔叔我看到你的白头发了 白头发 我帮你拔开吧 啊 有吗 你看 有吗 白头发吗 白头发吗 鹿叔叔 难道是我看错了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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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吧 不用 你去陪他们两个玩吧 他们俩倒是玩得挺开心的 但可能我 不太适合加入他们的游戏 让鹿总去跟他们玩小火车 这画面的确挺违和的 算这样吧 你拿来帮我挑蝦蝦 我来切菜 蝦 好啊 不好意思啊 鹿总 你这么忙 两个孩子还自作主张的把你留下来 这是我自愿的 你一直因为这个跟我道歉 是不希望我留下 想跟我走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怎么了 我可 没事 你让我看一看 破皮了 你必须得消毒 不消毒容易感染的 不需要 有点小伤 明天就好了 你跟我过来 我都说了没事 甚至我都习惯了 一程 去 把咱们家的药箱拿过来给妈妈 我看一下 不行 你必须及时冲突 妈妈我把药箱拿回来呢 妈妈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吗 没有 是叔叔 谢谢宝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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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叔叔 你的手流血了 放心吧 缓缓 叔叔没事 来 把手给我 再小的伤口也要及时处理 如果感染严重的话 你整只手都会废掉 你难道不想用这只手 再去签合同了吗 叔叔叔 你的手疼不疼啊 叔叔不疼 来 把手给我 万柔的妻子 快巧的孩子 如果他们 属于我就好了 今天还有谁来呀 你们去开一下门 妈 姜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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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走 你们进去 姜爸爸 我好想你啊 这个男人 就是乔景柔的丈夫 你怎么也回国了 今天啊 小孩子生日 我李应该回来的 这位是 这是我公司的上司 他是陆氏集团的陆总 来陪两个孩子过生日的 这位陆总 我叫肖语白 是外科医生 很高兴啊 你陪两个孩子过生日 既然陪孩子过生日的人回来了 公司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 你不是说你 肖语光发的消息 公司临时有个会 哦 那你的伤口你记得回去处理一下 放心吧 不欢迎一程 叔叔要走了 你妈跟叔叔说什么呀 陆叔叔 拜拜 再见 跟我一点都不像 医生怎么会认错 你怎么回来也跟我说一声啊 你怎么回来也都跟我说一声啊 我这不想着啊 给你惊喜吧 走快不行 那你在这陪他们玩 我去把饭给做出来 要不我帮你 你不用 我自己可以的 行 江爸爸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妹妹你先在客厅自己玩 好 江爸爸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这是我和陆叔叔的头发 怎么 你觉得他是你亲生父亲 要我帮你做亲子签订 嗯 没错 陆叔叔和我长得那么像 还对毛隆隆玩具过敏 这也太巧了 所以说江爸爸你能帮帮我吗 干爹干爹 好 我帮你 谢谢干爹 我照顾 叔叔 公司的资料库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我都不进去啊 没有啊 我这儿好着呢 你是不是公号输错了 不可能啊 你看 我都对比过了 绝对没有问题 那就是系统没有录入你的公号 你让本来去找乔经理问问 好吧 进 你来做什么 我要查资料库里的资料 公号进不去 来问问怎么回事 因为我把你的公号 从资料库里删除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 我让你查资料的话 你透露我们公司资料怎么办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呀 你见过哪个贼承认自己偷东西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去找陆总了 你站住 你不许去 我要查凤求黄的项目资料 乔经理不支持我 那我就只能去找陆总了 我相信 他一定会很乐意支持我的 你就是不准去 你这也不让 那也不让 你到底要怎么样 行了 我会让人把资料 重新录入系统的 赶紧回公位吧 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真是 这个可恶的乔解若 真以为有陆文周给他撑腰 我就拿他没办法了 你给我等着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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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哎呀 想不想妈妈呀 想妈妈呀 妈妈 为什么今天是周阿姨 来接我们放学 而不是你呀 对不起宝贝 妈妈今天有点事情耽搁了 不过妈妈保证 明天一定去接你们放学 好不好 好吧 真乖 那你们先去玩 妈妈去给你们做饭吃 好 宝贝去开一下门 张爸爸 张爸爸 这孩子 每次见到宇白都很念他 张爸爸结果出来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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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那 谢谢 张爸爸原来陆叔叔真的不是我和妹妹的爸爸呀 嗯 不是 哦 明明那么像怎么就不是呢 一辰 你就那么希望他是你爸爸呀 嗯 想 陆叔叔对我和妹妹很好 我和妹妹都很喜欢他 难道我对你就不好吗 张爸爸对我们也很好呀 只是陆叔叔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 不一样 张爸爸妈妈找你 好 那我带我去见你妈妈了 嗯 好 张爸爸你去吧 张爸爸 哥哥你为什么不开心呀 我让江爸爸查过了 陆叔叔真的不是我和妹妹的爸爸 这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他不是我们的爸爸 但是我们可以把他变成我们的爸爸呀 哦 欢欢你是想说和陆叔叔和妈妈在一起吗 哥哥我好喜欢陆叔叔 我们一起去找他玩吧 好 哇 这里又是陆叔叔的公司吗 好的 走吧 妹妹你不是想见陆叔叔吗 我们去找他 我们去找他 小朋友 这里不是你们该玩的地方哦 姐姐 我们是来找人的 找人 找谁呀 我们要找陆叔 姐姐 我们要找陆文忠 陆文忠 好耳熟的名字呀 哥哥你为什么要去和陆叔叔大名啊 你说陆叔叔这个姐姐也不知道是谁呀 哦 哥哥真聪明 陆文忠不是总裁的名字吗 他们要找的人是总裁 这个男孩倒是和总裁长得挺像的 难道他们是总裁的孩子 但我没听说过总裁有孩子呀 姐姐 你能放我们进去找人吗 不好意思小朋友 我得先需要问一下你们要找的人 好 姐姐 你就告诉他我叫乔依晨 我妹妹叫乔欢欢 喂 程助理 喂 李老师 你说什么 欢欢跟艺诚不见了 陆总 公司楼下有两个人找你 谁呀 是两个叫乔依晨和乔欢欢的小朋友 我带你们去那边先坐一会儿吧 好 李老师 麻烦你再帮我找找两个孩子 我马上就过来 麻烦你了 我好像听见妈妈的声音 好 欢迎潮 哎哟 你们怎么会突然过来啦 你们怎么会突然过来 陆叔叔我们是特意来找你玩的 你们特意来找叔叔的 是啊 我和哥哥小日人在一起 陆叔叔你都没吃蛋糕就走了 所以我和哥哥偷偷买了小蛋糕给你 来给叔叔 让叔叔看一看 哇 真的有蛋糕啊 谢谢欢欢 谢谢欢欢 不过 你们两个是自己来的吗 妈妈知不知道 还不知道 怡程 欢欢 虽然你们来看叔叔 还带着小蛋糕 叔叔非常感动 但是呢 小朋友是不可以自己乱跑的 知不知道 知道了 知道了 陆叔叔 怎么还委屈上了 既然你们都来了 那叔叔带你们去办公室玩一会儿 等会儿让妈妈来接你们好不好 好 等会儿让乔设计师来办公室领孩子 是 走喽 欢欢 怡程 你好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大概这么高 没见 没见 喂 真的吗 好 我现在回公司 好 陆叔叔 你的办公室好大 而且有好多书 嗯 这是什么呀 陆叔叔 我能拿钱看一看吗 当然可以了 我帮你们拿 好 哇 好漂亮的书签 喜欢吗 喜欢 乖 那这两个书签 送给你们了好不好 一天都 叔叔 啊 真乖 走吧 叔叔给你们去讲故事 哈 走 陆总和你的两个孩子都在里面 乔设计师 进去吧 好 谢谢陈处理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 她 你看 她也爱了我 好了 故事讲完了 陆叔叔 我还想去你们再给我和哥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 那你再跳一个 叔叔给你多 让哥哥跳 我都喜欢 好吧 那再给你们多一个 欢欢 一诚 啊 来 陆先生 不好意思啊 他们两个给你添麻烦了吧 没关系 他们俩很乖 你们两个 偷偷跑出幼儿园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还好是遇到了陆叔叔 要是遇到坏人 妈妈去哪儿找你们啊 好了 我说过他们了 他们俩 已经知道错了 是不是 陆先生 在我教育孩子的时候 您不应该开口 为什么 这样他们会认为 您维护他们是好的 而我教育他们是坏人 如果他们以后都不听我的话了 我还怎么教育他们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来口 没关系 陆总以后有孩子就知道了 我愿意做陆叔叔的孩子 陆叔叔 你能做我的爸爸吗 对 陆叔叔 你做了我们的爸爸就可以 和妈妈一起教育我们了 快快你吵 好 你们不许胡闹 你们不是有爸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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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没有爸爸呀 你吵 妈妈这不是说吗 所以姜与白不是他们的爸爸 姜爸爸只是我和哥哥的干爹 陆总 我不是有意骗你的 以前总有人因为我未婚生子 就歧视他们两个 所以我 没关系 我理解 欢欢 一诚 你们今天已经麻烦陆叔叔这么久了 是不是该回家了 陆总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一点都不麻烦 我也很喜欢他们呀 我也喜欢陆叔叔 好啦 赶紧跟陆叔叔叔说再见吧 陆叔叔叔再见 再见 走 你们两个今天犯了很大的错误知不知道 告诉妈妈 为什么要跑出幼儿园 我只是想找陆叔叔玩儿 对不起妈妈我知道错了 妈妈也错了对不起妈妈 好啦 那妈妈这次就原谅你们了 不允许有下一次 知不知道 好 还有 妈妈知道你们喜欢陆叔叔 但是你们不能一上来就让陆叔叔做你们的爸爸呀 万一陆叔叔要是结婚了 有女朋友怎么办呀 那 那好吧 下次我先问问陆叔叔 不是妈妈是说 乔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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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这么可爱有种事 不过我觉得 乔设计师的儿子长得好像陆总啊 简直就像陆总的缩小版 真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义成是陆总的儿子呢 只是巧合吧 我第一次看见陆总的时候 也觉得他跟我儿子长得挺像的 我儿子是跟他长得挺像的 乔锦若 乔 乔经理 乔经理 乔锦若 谁允许你把人带来公司的 你把公司当什么 你家吗 想带什么人来就带什么人来呀 放心乔经理 今天带他们来是个意外 这一次下次不会了 我下班就带他们走 走 不行 你现在必须把他们两个带着滚出去 文周还在公司 我不能让这两个孩子撞进文周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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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华 没事吧华华 没事 来 进来 你们伤到哪儿 没有 哎呀 你们都看到了 是她自己没站稳的 跟我可没关系 我的书签 这个东西为什么在你这儿 阿姨 你干什么 这是我的书签 姐妹妹 你抢一个孩子的书签 你有病吧你 我抢一个孩子的东西 乔锦若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知名奢侈品的限量版书签 全球只有两张 都被收藏在陆市 现在出现在你女儿这儿 我看分明就是她偷的 不可能 我女儿不可能偷东西 你说她没偷她就没偷了 现在人赃并货 乔锦若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 妈妈我没有是露叔叔 你特乖巧的孩子 想不到居然会偷东西 刚刚我还夸他们可爱 真是瞎了我一眼 有句话说得好 子不教 父之过 这孩子品心这么糟糕 可见是家长没教好 说得好啊 子不教 父之过 乔锦若 你当这两个孩子的面证书 你有病吗你 我有说错吗 黄黄 你告诉妈妈 这个书签是怎么来的 妈妈书签不是偷的 我也有一个是露叔 好啊 两张书签都在这儿 你儿子跟女儿各偷一刻 乔锦若 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 一次教育出来两个贼 书签是露叔叔送给我的 你把书签还给我 义成 你个死小孩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义成 起来 有没有受伤啊 那你看看 妈妈 书签真的是露叔叔送给我和妹妹的 妈妈知道 妈妈相信你啊 露叔叔 你说的该不会是露文周吧 真是笑话 文周日理万机 怎么可能有空见你们两个 不知道哪儿来的小皮孩 小小年纪偷东西就算了 还满口谎话 真不知道大爷是怎么叫的 我真的没有说谎 这两个书签真的是 都是书签送给我们的 陆总把书签送给他们呢 这小孩认识总裁 又和总裁长得这么像 难道 不可能 书签不可能是文周送给你们的 这两张书签有价无事 陆总甚是喜欢 你们两个跟陆总非切非故的 他怎么可能送给你们 我如果知道名片这么珍贵 我不会同意他们留下的 既然他们刚刚说了是陆总送的 那就一定是陆总送的 我的孩子不会说谎 你说他们不会说谎就不会呀 你如果不相信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找陆总求证 还找陆总 乔锦若 你以为你是谁呀 现在带着两个闲杂人等进入公司 偷了重要物品 我有权利直接开除 并且报警 乔洛伟 你 你们两个 报警 你们两个 报警 好的 乔洛伟我告诉你 你没有证据 就算警察来了 也不能直接定性 东西就是他们两个偷的 证据 这是证物 他们是目击者 这两个孩子是小偷 我是原告 证据完整 逻辑清晰 还有什么疑问吗 东西不是你的 是公司的 而且 他们刚刚也没有看见 是两个孩子偷的东西 你们两个 看见他们偷东西了吗 看 看到了 看到了 不过你说的也对 这东西是公司的 但是我可以代表公司呀 这书签就是他们两个偷的 报警 乔洛伟 你这是栽赃 什么栽赃 我不过就是将不完整的证据链补充完整的 不过他们两个这么小的年纪 不过他们两个这么小的年纪 就算送到警察局 警察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 该付出代价的 该付出代价的人 是乔锦若 你 炒什么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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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闻之后 乔锦若带着这两个孩子来公司偷东西 还谎称是你送给他们的 真是可恶 他们 偷什么东西了 就是这两张限量版书签 就是这两张限量版书签 你最喜欢这两张书签了 所以绝对不可能送给他们的 他们的谎话 根本就骗了 这个书签 的确是要送他们的 很皱 叔叔叔 我和哥哥刚刚都解释了 那个书签是你送的 我这个阿姨不小心 也不许我妈妈向你求证 还把我们推到了地上 你推他们了 不是的 温州 刚才他们两个过来拉我 我就是轻轻一碰 他们自己摔倒了 那她说的求证 又是什么意思 我 你们都看见了 说 怎么回事 乔经理 一看到乔设计师 带着两个孩子过来 就要赶走他们 她还把欢欢推到了地上 欢欢的书签掉出来之后 然后呢 然后 乔经理就一口咬定书签是 欢欢和义成偷的 还要报警抓他们 乔设计师说要去温文路总 乔经理也不许 她还说 还说她有权力开除乔设计师 你 要开除小锦若 乔设计 你好大的官威啊 文周 叫陆总 陆总 你没有证据 就冤枉欺负这两个孩子 道歉 凭什么呀 陆总 你让我跟这两个孩子道歉 我面子 不道歉的话 就离开路市吧 好 我道歉 对不起 听不见 带着 我说 对不起 行了吧 行了 行了 都散了吧 陆罗威 再有下次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陆总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陆总 你怎么下来了 他们的书包 我拿了 一声欢欢 给你书包 谢谢陆叔叔 还有书签 也给你们 陆叔叔 不能要 为什么就不要了 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收 看来医生和欢欢 不喜欢叔叔的礼物了 我喜欢陆叔叔的礼物 可是 刚刚那个阿姨 阿姨说叔叔也喜欢这个书签的 可是叔叔更喜欢欢欢和异常啊 如果你们收下的话 如果你们收下的话 叔叔会更高兴 妈妈 你就让他们收下吧 就当做 不给他们的生日礼物好了 好吧 如果你们要跟叔叔说什么呀 谢谢陆叔叔 不客气 乔 乔经理 你们两个 刚才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乔经理 陆总问 我不敢不说 给我滚 乔经理 乔经理 我等着 我迟早让你给我出路事 你是说乔经理不适合风球黄这个项目 陆总 风球黄这个项目很重要 小锦若虽然是毕业名校 但他没有任何名气啊 这跟名不名气的没有什么关系 他的作品我都看过 很合适啊 况且 他自己也说过 他可以提供书稿 让公司评判 公司如果觉得合适 他再出道风球黄的设计 既然是提供书稿评判 那为什么我的书稿 不能一起参加评选 你的试评我知道 没有他们的邀请 别白费力气了 陆总 我刚拿了设计奖 虽然算是只是分赛区的第一名 但至少能证明我是有潜力的呀 陆总 你就让我试试吧 就跟那个乔锦若一样 先画一个初稿 万一我画得比他好呢 乔乐威 你要想画的话随便你 但是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搞什么小动作的话 又是可容不下你 乔乐威 这五年来我帮你安排工作 帮扶乔士 我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五年前来一件事情 你绑架不到一辈子 懂吗 我知道了 瞧设计师 这是你设计的呀 嗯 这只是第一版 我总觉得还缺掉什么 这已经很好了 这要是我设计的 做梦都会消醒呢 羡慕乔锦若的设计 看来是我太久没管理设计部了 才让这种低审美的人 还留在公司 这个安娜的设计稿真有意思 要是用她的设计稿 去跟乔锦若竞争 乔锦若输定了 就是可惜了 上次没见到她 要不然把她直接招到工作室 让她听我话出稿得了 让她听我话出稿得了 不知道 看样子 是来找乔锦若的 这个乔锦若的 这个乔锦若面子可真大 杰柔老师 陆总 你怎么来了 我来试试问你 出稿画得怎么样了 哦 已经整理差不多了 正好啊 明天公司股东回来开会 到时候带着出稿 给他们看看 让大家做一个评定 你能不能成为凤球黄的负责人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文冲 我听说明天凤球黄项目的负责人 会来公司开会 要看初稿选负责人 对吗 初稿 你这么快就画完了 画完了 这没什么难的 而且从这个项目出起 我就再跟进了 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明天带着出稿 你一起来吧 好 乔经理这是你要征选 凤球黄的首席设计师啊 乔锦若 你要是知道我这次的设计稿有多好 只怕是你看了以后 会被吓到 明天你就等着输吧 有被记得明天就要来吗 乔小姐 准备好了吗 会议已经开始了 总裁让我带你过去 好 走吧 你们俩谁先来 我先来吧 乔设计师没有意见吧 请 请 我用安娜的身份 把废稿放到网站 料到乔路卫会抄袭 没想到 她竟然敢照搬 各位 这就是我为凤球黄设计的初稿 关于此次凤球黄主题呢 之前是参赛作品抄袭 现在公司的项目也敢抄袭 乔路卫这么大胆 是一点也不怕被发现吗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华丽 经验 以及抓人眼球 所以在材质设计方面 我选用的是红宝石材质 那关于图案设计方面呢 我选用的是繁琐的图案设计 陆总 凤球黄合作公司的夏总来了 他怎么会来 项目合作初期 夏总一直推崇一个叫安娜的设计师 我们现在用了别的设计师 恐怕是来心事问罪的 你去亲自接他上来 是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为凤球黄设计的初稿 谢谢大家 好好好 不愧是乔经理 你的设计真是别出心裁呀 是啊 乔经理这设计才华 真是没得说 乔设计师 现在到你了 乔经理 乔经理 我还真是期待你接下来的设计呢 你的设计 别让我很意外 准备好了 那开始吧 大家请看大屏幕 这个 就是我关于凤球黄的设计出稿 乔经若这个设计风格 怎么跟安娜这么相似 这怎么和刚刚乔经理设计的差不多啊 是啊 风格也一样 不知道啊 还以为是同一个人的作品 乔经若总是自视清高 说什么自己毕业于格兰顿设计学员 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搞了半天 她也是抄袭安娜的作品 不过如此 乔经若 我怀疑你看了我的设计出稿 乔经理 你想说什么 你的设计 跟我的极为相似 我怀疑你抄袭了我 乔经理 关于凤球黄的设计出稿 我比你更早开始 要说抄袭 则是你抄袭我的吧 我抄袭你 凤球黄这个项目 我在设计初期就画了稿子 那个时候你还得进攻西吧 况且在这个各位都知道 我的设计风格 一向如此 是啊 这的确是抄袭的设计风格 这乔经理在国内珠宝设计界这一块 那可是翘楚 获奖无处 被认为财女 她怎么可能抄袭呢 这么看来 是这个乔设计师 抄袭乔经理的 哎呦 还想套打一耙 这种人真的是卑鄙下锁 我看这样的人啊 是不配做设计师 更不配做 奔情皇的负责人 抄袭久了 竟然敢说 这是自己的设计风格 乔经理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你的无耻程度 乔锦若 事到如今你还敢贼喊捉贼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到我设计稿 但是抄袭这件事情 你在设计圈就别散会了 陆总 像乔锦若这样抄袭 道德败坏的人 还能再继续留在公司吗 你抄袭了乔德薇 如果我说我没有 陆总相信我吗 翻评两句话 证明不知道谁抄袭了谁 这件事情 需要再查 陆总 乔乐威他抄袭的话 肯定不会承认的呀 况且他抄袭我设计稿这种事情 根本就无准查证呀 如果这件事情继续查下去 公司的项目成本怎么办 多查一天 项目成本就要增加一天呀 嗯 这个项目的周期 是有点长 是啊是啊 陆总 乔经理是不可能抄袭的 看这些事啊 就不需要再查 要不说抄袭啊 肯定是这个乔景若 一个抄袭者 竟然敢给原创泼脏水 陆总 这样的人 公司不能留 对 乔景若不能留 不能留 不能留 陆总 直接把他赶出公司 赶出公司 赶出公司 必须赶出公司 这种人坚决不能再留 对 乔景若不能留 不能留 这种人必须赶出公司 凤秋黄的负责人 就由乔景若身上 乔景若 乔景若 你不敢让陆总查证 是真的担心 项目周期的问题 还是害怕最后查证的结果 就是你抄袭 乔景若 我不让继续查这件事情 一是为了公司项目成本着想 二是为了给你留面子 如果你被查出来抄袭实锤 你在设计圈就永远别想混了 那我还要感谢乔景李了 可惜了 我不需要你的贴心 我觉得抄袭这件事情 还是查清楚的比较好 如果最后查证的结果是我抄袭 那项目延误的成本 我全部承担 并且 我会引旧辞职 离开公司 但是如果最后查证的结果 是乔景李抄袭 那你又当如何 这个乔景若疯了不成 抄袭了还这么嚣张 不过他以为我会怕他 想查出我抄袭 那他还不如想上天 可能就更好 乔景若 查证这件事情 我乐得其见 既然有人愿意为了公司成本买单 那就查喽 如果你没抄袭 我乔乐威这三个字 倒过来袭 真是疯了 这年头有人抄袭 还要求自查处决自己的 我看他是不想拿设计圈混了 这既然他要把脸主动朝上贴 陆总 那你就满足他 或许是破罐子破摔呢 反正都要被赶出陆市来 再随便点去 给自己玩点尊 乔景若 你等会该不会回办公室 是灰溜溜的收拾东西吧 哦 你记得走那部垃圾专用电梯 那没人 也没人能看见 哈哈哈哈哈哈 嗯 乔景若 你拿什么跟我斗 五年前我能轻而易举的 将你赶出乔家 今天 我照样能将你赶出陆市 你这辈子 注定被我踩在脚下 呦 挺热闹 谢谢啊 夏总 您可来了 夏总 你好 这个是你们凤秋皇的设计出稿吗 这 这个设计画方 我一看 就是出自安娜之手 所以 你们凤秋皇请来了安娜 做你们的首席设计师吗 凤秋皇的合作商 是夏总 这倒是乔了 什么安娜 这是乔景若抄袭乔经理的 哎 夏总认的是这幅画的画风 这是咱们乔经理设计的风格 乔经理是安娜 这设计风格是我们设计部乔经理的 原来 你见过我们乔经理的作品 乔经理 是你们凤秋皇的设计部经理 哎呀 这不是乔经理画的 这是 抄袭乔经理的作品 抄袭 是的 我们项目初期 陆总请来了乔经理 和这位叫乔经洛设计师 来完成我们项目的出稿 呃 然后原定的是 设计出稿谁的更出色 就推取谁为项目的主负责人 嗯 这个项目很不错嘛 所以两个作品谁更深重呢 这两个作品 几乎一致 但是可恶的是 这个乔经座 竟然公然抄袭乔经理的作品 有意思啊 乔经理和乔经座 都姓乔 我能见见这两个设计师吗 当然可以的 夏总 这位是不是乔经理 那个是乔经理 我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样确定乔经若抄袭了这位经理的作品 我的确是抄袭了安娜的作品 但乔经若也抄袭了安娜的作品呀 不能让夏总霸出我抄袭的事 夏总实不相瞒 但其实这次的设计 并不能是我一个人创作的 乔勒威竟然要承认抄袭 其实这次呢 是由我和我一个设计师好友共同完成的 我想这位好友夏总你也认识 她是安娜 所以说你的好朋友是安娜 正是 原来乔经理不是安娜 是安娜的朋友 所以夏总认为这幅画是安娜的 是因为安娜帮助了乔经理完成了作品的一部分 哦 那这个作品就有乔经理和安娜两个人的风格 哦 原来如此 哈喽喂 你说安娜是你的好友 我怎么不知道 乔锦若 像你这种不知名的小妹 自然是不知道 像我们这种顶级设计师之间呢 都是互相认识的 你自然是亏见不到我们的关系 乔经理 既然跟你声称交纳好友 你跟她不认识她 她 她不过就是一个为了留在路市 抄袭我的作品 偷走我作品的小偷 你别被她这副无辜的样子给骗了 夏总 您给我做不知 乔经理是我们国内数一数二的珠宝设计师 她获得无数天赋极强 是绝对的设计师天才 她这样的人怎么会撒谎骗着呢 是啊夏总 别看乔经若长得人模狗样的 她可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 你明明拿过什么奖项 唯一拿得出手的大概就是喊为什么的 那公司是不会要这种人的 不是 不要你这种垃圾 您竟然那么推崇的那位名叫安娜的设计师 要咱们这个项目 为何不让乔经理一起请安娜过来咱们一起合作呢 是的 我跟安娜是好朋友 如果由我来邀请你她参加这一次设计的话 她肯定会答应的 既然安娜是一个好朋友 那你就给她打电话给她请过来咱 这个 夏总 这个时间 安娜可能在创作 要不我们晚一点 不方便是吧 我看你啊 根本就不认识她 没有她的年轻 不是的夏总 我跟安娜真的是好朋友 那就打呀 我怎么给安娜打电话 我根本就没有她电话呀 不管了 随便拨打一个号码 就跟夏总说打不通 不好意思啊夏总 打不通是吧 既然你打不通 那我来 我来 夏总 安娜小姐 我们凤球皇子夏总 你感兴趣吧 夏总 是什么意思啊 你管乔锦若叫安娜 乔锦若是安娜 这怎么可能 不会的 谁说为什么 陆总 想不到你的想法 和我不谋二合呀 这下我就给你提过 想请安娜才能设计 没想到 这你就请了 我确实很欣赏 乔设计师的才华 但是 在此之前 我并不知道 她就是安娜 既然你不知道她是安娜 可以邀请她来一起参加校园 刚来陆总没有演过吗 不可能 她乔锦若绝对不可能是安娜的 她绝对不是安娜 她不是安娜 难道是你 刚刚你可是说过 安娜是你的好朋友 她给了你灵感 把乔锦若 抄袭了你 不认识安娜 既然只让安娜抄袭 她怎么可能抄袭你 她可是大名鼎鼎 克雷尔的亲传弟子 会抄袭你一个 极极无名的小设计师吗 你说她是克雷尔的弟子 不可能 她不过就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 怎么可能是克雷尔的亲传弟子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的确是克雷尔的弟子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还要说是我抄袭的你 直接用我放在网站上的设计作品 当作是自己的设计 很方便吧 乔锦若 这一切都是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就是为了让我别太录视 我怎么设计你 逼迫你抄袭我的作品 时间长达三年吗 天涛论位 这不是你第一次抄袭啊 文州 不是的 你相信我 这一切 都是她诬陷我的 是不是我诬陷你 只要把你近几年的设计稿件 与我放在网站上的设计作品 做个对比 当然这样就出来了 你急着急若 你给我闭嘴 文州 你相信我 把你近几年的作品 整理一下交给我 文州 你 我不喜欢要别人 但如果你骗了我 后面 知道了 还有 凤秋黄这个项目的首席设计师 还有 负责人 确定为乔锦柱 你们 没意见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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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个项目 我决定追加投资 五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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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陆总呀 既然有安大 做首席设计师 有了这么多的投资 我相信 这个项目 一定成功 至于你 抄袭诚信 天堂黑白 就是 不需要你断远方 你 不退了 是的 你知道我好吗 陆总 相信我好吗 别忘了 我们已经死了些事情了 我早跟你说过 我对你人之意尽了 那些事情 还比总报教一辈子 撒会 小龙卫 面不红心不跳的抄袭撒谎 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 凭什么 凭什么他巧解若能这么幸运 我想看 我能忍说 我能忍说 喂 妈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瞧瞧让他回国了 还带了两个孩子 靳容 陆总 现在 你已经是凤秋黄的首席设计师了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 我知道了陆总 今天那些股东 都是在故意针对我 只不过 你是我特聘过来的 所以 我明白 没关系 他们只是说了一些针对我的话 不会伤害的我 陆总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办公室了 去吧 我继续 你放心吧妈 我不会让文周知道五年前的真相 至于那两个孩子 我会让他们远离用重的 瞧了威了吗 跟我有关系吗 五年前的真相 是指那天晚上 还有两个孩子 是说 要让欢欢跟一成远离路走 为什么 难道路总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乔设计是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有事路先出去一趟 五年前就是在这儿 我被乔勒威逼着陪一个老男人 难道那天晚上 是我弄错人了 你好 我想找一下你们酒店经理 好的小姐 请稍等 经理 前面有人找你 小姐 是你也找我 你好 我想查一下咱们酒店的监控可以吗 十分抱歉小姐 为了保护我们酒店的隐私 我不能让您查看 除非您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如果我说我在你们酒店被人侵犯 我想找出侵犯我的人 可以吗 这 小姐 冒昧地问您一句 您是什么时候入住的我们酒店 就在哪间房间 五年前 六月三号 三六里六房间 五年前 这时间太久远了 这都不是我们 愿不愿意让你看的问题了 一般我们酒店的录像 只保存三个月左右 只保存三个月左右 哦 哦 对了 您认不认识陆氏集团的陆维峥 陆总 他有没有来住过你们酒店 哦 陆总 并没有住过我们酒店 乔乐威说的 五年前的真相 难道不是只赔睡的事 是我误会了 好吧 打扰你们了 喂 抱歉 五年前酒店翻些 监控录像 都是单独保存下来的对吧 嗯 好像是的 好 叫人把五年前 六月三日 三六零六房间 周围的监控录像 搬出来带到我办公室 好的敬礼 这女孩好像进座房间了吧 这是3609的位置啊 3609 这3609的门牌送了呀 得找人给他修一下吧 那我房间住的是谁 陆总 喂 喂 陆总 今天上午来了一个姑娘 想要调查您是否入住过我们酒店 并且他还想打听五年前六月三日那天晚上 这你让他看了 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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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您是我们酒店最尊贵的VVIP客户 我们肯定是要保护您的隐私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这位姑娘本来应该要住的是3606房间 但是您所住的3609房间就松了 变成了6 他可能进错房间了 那晚进我房间的人应该是乔老伟 但他突然查监控做什么 你把那晚监控发一下过 尽快 哎 哎 好嘞陆总 哦 呃 那您先忙啊 我就挂了 呃 那您先忙啊 我就挂了 呃 那您先忙啊 我就挂了 乔锦弱 怎么会是他 怎么会是他 乔勒威捐了票 承诺 陆总 您去查一下 五年前我被下面 到底是什么 以及 乔锦弱 乔乐威 这两个人 好的 陆总 五年前和我发生关系的如果是乔锦弱 欢欢和易成刚好四岁 那他们 会不会就是我的孩子 过两天我回法国了 我最近要上班 不能请假 你没办法送你吗 没事 请问 请问 我想问你 如果我有机会调回国工作 你不希望我回来吗 我当然希望你回来呀 我们是朋友 你如果回国的话 我们能经常见面 如果 你要是留在国外对你的工作好的话 那你就不用回来了 请问 咱俩都单身 或者移成一个乖乖狗 你最爸爸 要不这样 我回过工作 咱俩凑成一架子 你都已经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再说了 我们现在在国内过得很好 你不用担心我们 你 还是去找我 可是我喜欢你啊 我看你第一个面子 我就已经深深爱上你了 我以为只要我对你好 你就能看到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拒绝我 你 你放开我 你弄错了 你 是不是因为陆文章 是不是因为他在拒绝我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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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被你清醒一个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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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没事吧 没事 穿起装是我的 让喜欢的人会羞肉类 你不配说喜欢 走 送你回家 你放心吧 没事了 陆总 谢谢你啊 你好像很喜欢跟我说谢谢 可能是因为我经常麻烦你吧 都是我自愿的 没有麻烦 总之很谢谢你今天晚上来帮助我 多亏了有你 那以后小心点 不会的 对了 陆总 你怎么会出现在哪儿 回家 回家 这套房子你不是不经撑住吗 而且好像你有其他的住所 陆总 现在先回家 好 陆总 我先嘱咐张妈先煮解酒汤 不用了 你昨天晚上喝了酒 胃肯定不舒服吧 喝点之后能练好 算了 不回家 送我去浴水班吧 最近 喜欢住这里 哦 原来如此 时候不早了 那 我先进去了 好 五年前的那晚 乔景若知道是我吗 为什么 知道那晚是他后患 竟然会有一次庆幸 陆总 你吩咐的事情 对您更查清楚 说 五年前进入您房间的是乔景若小姐 而醒来之后便叫乔勒威 相信情况 多谢您见 好啊 好你个乔勒威 威胁乔景若敢骗我 好大的胆子 这件事情 过了就怎么算了 通知法部门 乔勒威 削抄袭他人作品 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就以贝信署的公司利益罪 解锁 是 诶 另外 再帮我和医生和好换 做一次心理送电 加期 好的 陆总 小姐若 乔勒威你疯了 一大早来的公司发什么疯啊 我不过就是破你点数 怎么了 你竟然敢起诉我 起诉 起诉 我什么时候起诉你了 不过你当时提醒我了 你抄袭我这么多年 也肯定确认敢起诉我 你怎么敢 你别忘了 五年前 你跟你妈 是怎么被我赶出乔家的 你还想再来一次吗 是啊 五年前的旧战跟现在的新章 我只是起诉你 对你太不合了 瞧解若合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拿着这三百万 重新归付过去 抄袭了我这么多年 你应该了解 我以安娜的身份做了多少设计 你要不要猜猜 这些年我光靠设计 赚了多少钱 所以你是不肯走是吧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区区三百万 就要折腰呢 瞧解若合 我现在是在好好跟你说话 你最好识去点 要不然 我只能用点手段 出国是不可能出国的 你要是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我跟我身边的人 出了任何意外 我都不认识你做的 我不会放过你 你这个奸人 乔勒为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伤害我的机会 乔勤 乔锦若 你是个奸人 你给我等着 陆总 清理电力报告已经出来了 怎么样 这次我们采用了两家电力机构 看能不能出个小多 这乔勒为 和乔黄欢 都是你亲身的海 上次 估计谁的东西 没车 去月水外 是 锦若 乔勒为的嫖欠案 马上就要开庭了 故事集团也同时起诉了他 恕罪并发之下 他很有可能面临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我知道了 等开庭 我会记得过去 你就是 缺乔鱼 叉记 都是你害我自将面临老物之灾 说得了去死 你去死吧 解若 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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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救乔锦荣 既然这样 你们一起去死 放开我 你放开我 陆文账 要不是你 我已经杀了乔锦荣 我要你去死 我杀了你 老实点 别人死不死我 你是死定了 都 放开我 陆文账 要是没有你 我已经杀了乔锦荣 路走 还好 还好受伤的 不是你 你告诉我 你上哪儿了 你别吓我 不要哭 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你受伤 不 文账 我好像没有力气 再告诉你真相 不 我来不及 再听花花和一场 叫我一声办案 不 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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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文账 文账 你挑起过来文账 文账 文账 你要坚持住 假许什么 手术之外的事 文账 一定要救救他 救救你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全力收拾 谢谢 小小姐 路 多 怎么样了 刚进手术室 还不是怎么办 死俏了 我已经把他送到公团局了 他逃不出来了 我知道她是个疯子 但我没想到她这么疯 竟然当心她 都知道 都怪我 要不是我 她不会说什么 乔小姐 你也别太自责 陆总想救你 情谈情愿 毕竟 你说什么 有些事 我想等陆总醒来 她会想情谈告诉你的 陆总 一定要醒过来 陆总的家族在哪里 我不是 她怎么样了 手术还成功 她的伤口虽然还深 但是索性没有伤到内脏 我们对伤口进行了处理 很快就会转去普通病房 你们就可以去看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我们老人太好了 陆总 你醒了 金若 你等等我去跟你叫医生啊 请 没问题 一切正直 有了那么多喜 你刚刚醒肯定会很虚弱 不过会慢慢恢复的 好 谢谢医生 秦哥 我有话想和你说 陆总 你刚醒 有什么话我们可以等 我等不了了 我年轻 你是不是被乔劳为威胁 在93006中过一个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那个 方杰林的人是我 不可能 不可能 乔劳为威说过 那个房间是 虽然那房是个意外 我们阴差阳错多过意外 但我知道那个人是你以后 我并不后悔 对不起 陆总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 我 我不知道应该 没关系 我也只是想告诉你 我不会想和你 做任何的选择 也更不会 跟你抢孩子的名字 陆总 谢谢你 乔小姐 乔劳为威的审判结果怎么样了 她涉嫌多起违法犯罪 且情节严重 恕罪并罚之下 一共判了她13年 13年 还是套陪于她了 她已经身败名裂了 就算以后从牢里出来 她的后半位自己去 小姐 您不打算进去看乔劳为做名裂 不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要看见她 走吧 走吧 诶 你看那女朋友做什么 她一直说 她是什么很牛的乳宝设计师 还说她有嫁给金串太子皮 一个疯子 整天无言乱喻的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还没得了 ày露 其实你们想起来 我们能聊聊吗 好 请我 嗯 我先进去看头发 走吧 嗯 鹿叔叔 你帮我把娃娃的头发扎起来 没问题交给我了 鹿叔叔 你先帮我把这个拆开 好好好 一个一个来 我叫我 不对 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爸很久了 什么 为什么最近你们都不叫我爸爸 嗯 鹿叔叔 你还没有和妈妈结婚 就不算是我们的爸爸呀 对啊鹿叔叔 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爸爸 嗯 就应该努力一点点 跟妈妈结婚 要是我不想努力的问题吗 是你们的妈妈她 陈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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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你自己回来了 几周晚上 啊 刚刚医院外面有个男人找乔小姐 乔小姐 乔小姐 乔小姐跟她在画面里聊天 我就先回来了 男人 陈叔叔 那天晚上是否想跟你说声抱歉 我知道你肯定在我生火气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是真的 伤害你 也是我的不幸之举 玉白 一直以来 我都把你当做朋友 我知道 都是我错误的认知 认为我喜欢你 你就必须得接受 所以在你身边出现别人的时候 我发了风能有主力的方式 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玉白 这两天我想明白了 是我错了 我也不求你原谅 只希望你别记恨才行 我怎么会怪你呢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还能是你朋友 我真的很满足了 金柔 马上就回到法国了 这么突然 其实我早就该回去了 一诚欢欢那边我就不告别了 麻烦你 让我跟一诚说声抱歉 嗯 还有呢 别再错过身边 正在待会你的事了 嗯 你来做什么 我来找锦柔说点事情 怎么啊 陆总也想听 金柔 我也先走了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 那我走了 陆总 你怎么了 陆总 你怎么了 乔以外这个人不简单 你不要信他 那我应该信谁啊 你应该相信 那些 不会伤害你 永远都会保护你的人 还有 别再错过身边真正在乎你的人了 金柔 你去死吧 金柔 所以 陆文周 是那个真正在乎我的人吗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没什么 陆总 我决定呢 听从你刚刚的建议 所以呢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什么问题 你愿意跟我一起养孩子吗 我只会跟我的妻子一起养孩子 虽然有点突然 但是 因为我就委屈委屈 嫁给你吧 那嫁给我 你不后悔 不后悔 不后悔 陆总 今晚有个议会需要你参加 对了吧 陆总 这个议会需要你参加 这真的很重要 不是陈总 你是不是除了工作 就没别的事干了 啊 啊什么 有空 谈个恋爱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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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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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